前中信兄弟球星鄭達鴻 離開職棒舞台後 轉戰業餘成棒賽場 效力台中市台灣人壽成棒隊 之前幫助球隊與協會杯成棒賽 拿下季軍創下隊史最佳成績 在爆米花聯盟面對台北市 先復發成棒隊的比賽中 也在酒局上幫助球隊追平比分 並在延長賽中獲得勝利 充分發揮老將價值 你可能畢竟比較年長一點 然後就是 球隊上不只是就當選手 有時候叫教育選手 有時候說鼓勵選手 有時候碰到失敗的時候 怎麼去調整 怎麼去讓自己從失敗中 再去成長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反而失敗是你可以讓你更成長 在業餘成棒賽場 打拚將近一年的時間 鄭達鴻彈岩 和過去職棒時期相比 無論平時的練習 以及賽前的準備 都大不相同 也因此更加珍惜 能夠上場比賽的時光 城市隊的比賽 都是算一個杯賽 一個杯賽 所以說這個杯賽比完的時候 可能就打個一兩場 還是五場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就開始要練習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比較 不好適應的地方 馬上就是要熱身 熱身完 然後馬上都去看一下投手 因為有很多投手 我根本都不熟悉 他有什麼球路 跟我都根本不知道 在業餘賽場上 有不錯的表現 自己也利用時間 考取了教練證照 為未來的生活多了一份保障 不過三十七歲的鄭大鴻 仍想在球員生涯 尾聲放手一搏 力拚返回中華職棒 畢竟很多球員支持我 蠻久的蠻多的 我相信他們也希望 我可以在職棒場上才可以打 拚看看 因為我覺得自己有沒有能力 就是看球團可不可以再給機會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有一天 可以在職棒上退休 這是每個職棒選手 是最需要的也是給自己一個肯定 當然所以是想要拚看看 但是有時候時間拖得一二九 就會給自己會有些 負面的東西會比較多 但是自己還是會去拚 拚看看 如果有機會的話 一定會去再嘗試這樣子 不願自己十三年的職棒生涯 就此寫下句點 也為了一路走來 始終支持自己的球迷 政大鴻將持續努力 一球再次站上職棒舞台的機會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